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有一對小粉紅好像撿到槍一樣對吧 颱風來到台灣造成高雄部分地區 水淹到小腿或是大腿 有些房子甚至被淹到了腰部不等的位置 等一下你們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 這個颱風會往福建走 如果這個颱風在台灣造成這樣的災情 到福建它就沒有災情了 然後你真心的認為 中國從4月份到7月份 暴雨中同步洩洪的地區 排水有做的比台灣來的好嗎 你腦子是不是吃煤礦油吃壞了 中台這種等級造成高雄部分地區水淹大腿 對比中國各地區沒有颱風緊緊下雨 你就可以淹到兩三層頭 就是你還要再對比什麼呢 然後還有一些平時不太了解 中共在洩洪同步做這件事情的 衰進台灣人跟理想左派的那些 台灣年輕人哈哈哈哈 你們還在笑中國 現在還不是淹水啦 不是 我們從來沒有笑下雨而造成淹水 我們都笑的是什麼 暴雨中同步洩洪 然後你現場舉著虹襲擺拍救災 對吧 是為什麼你都忽略掉這些事實 然後直接簡化後你在笑中國淹水 這就是抖音短影片那種 快速剪輯快速讓你看到結果 中間全部去脈絡化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颱風的畫面 你們平心而論跟你們暴雨淹水的程度 真的有可比性嗎 快來救人囉 當然啦我們不是在比慘 而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是 中國暴雨中泄洪 才讓災難遠比台灣的颱風來的還糟糕 一個是颱風一個沒有颱風下雨 然後你淹的比颱風的地區還嚴重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如果你們4月份到7月份來的都是颱風 那怎麼辦 六層老我 所以不要再把焦點放錯 什麼張口就反華反中嘲笑中國人的災情 沒有人在嘲笑中國人的災情 當然那些理想現實左派台灣年輕人 跟一些綏靖台灣人 甚至舔共的台灣人 肯定也是會被這樣帶風向的 對吧 有時間再跟你們討論一下 左派為什麼很容易成為同情共產黨 或是同情極權國家 下的這樣的一個群體 就是歐美也是這樣子 我們從歷史回顧 推回去看 國民黨以前的左派 也是同情共產黨 過程中還說一句最後甚至直接加入了共產黨 還是說 因為沒有民進黨的黨員 拿黨旗去現場 救災揮著民進黨的黨旗 表示抗災勝利 然後盜賣物資 叫記者去擺拍 現場救災拍完就走 難道是這樣你們才不爽嗎 相信你們是很愛看到這些畫面 最搞笑的就是什麼呢 小粉紅在微博的留言 祝福颱風吹完台灣北轉去日本 當然這些留言已經有減少的趨勢 對比半年前一年前 這種求日本求台灣發生地震 或是颱風的留言激素 是真的有明顯的下降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 來轉去日本吧 在台灣玩個幾圈 再跑去日本玩吧 日本列隊表示歡迎你 去了他們會非常開心的 所以去了哪了 果然749局又開工了 轉向去日本吧 會去日本嗎 登陸密碼忘了 去去去去日本 颱風吹 寶貝往上走 上面有一個像蟲子一樣的國家愛你哦 OK 說到日本 最近又有一堆中國遊客在日本踢路了 對吧 還有小粉紅出來洗地說 你咋就看出他是中國人啊 他臉上要刺中國人是吧 不好意思 日本當地電視台也報導了 就是中國人啊 在這名男子踢路前跟踢路後 他就是講中文啊 只是他講完話的時候 手機才剛拿出來準備要拍 他就踢路啦 那根據周邊目睹的民眾就表示 這名男子就是講中文嘛 沒有關係小粉紅肯定會說 說中文的地方那麼多啊 什麼馬來西亞新加坡 還有台灣省對吧 退一萬步來說 如果這位踢路的他是一位遼寧人 你們會不會拿一樣的標準說 不 他是中國遼寧人 不是咱中國人 就一樣的邏輯嘛 台灣就不是你們的地方 所以你們才希望地震啊 颱風啊 希望台灣越來越差越來越慘 你看得爽 但是你們不會希望一樣的事情發生在青島 發生在黑龍江 發生在廣西廣東 所以明顯你們自己心裡也認為我們是不同的國家 大概就是一種 大家都是中國人 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是台獨 所以我很生氣地嗆你 你不配當中國人這樣的概念吧 那最近還有一位網友發現 一位在日本的小粉紅IG回顧的現實動態中 6月22號這條影片啊 這名小粉紅把食物沾屎尿尿給露吃 結果露碰到一口之後立刻不吃了 不要怪這個小粉紅 通常我們會把自己認為好吃的食物遞送給別人吃 那他們自己在中國境內也是吃這個啊 吸憤車事件忘了是吧 還有吃了十幾年的煤礦油 到現在沒有人敢帶頭出來遊行抗飲 而中共官方目前態度違和 有沒有監督機制 有沒有 民意代表 全部沒有 官方說的算 因為那是國家的企業 而也禁止了人民拍影片 或是去送機構檢驗中除糧的油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機構也不敢接 之前啊 我們新北市議員質詢新北市長的時候 拿著動物飼料的營養成分 去呼籲新北市官員要注重以及改善 結果中國現在連自己國營企業的食用油 礦物油都沒有消息 看來小粉紅在食安的地位啊 在台灣連動物都比不齊 疫情期間會撲殺 直接S家中的貓貓狗狗的 然後把紙貓紙狗當作寵物的 跟我說要解放台灣 一個人均13000的要解放人均35000的 一個平價購買力77名的說要解放14名的 那我問一下蒙古當初是解放送特別行政區嗎 真的也要論解放的定義是什麼 讓這個地方的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讓他們更富裕 或是讓他們在生活的條件比以前更好 讓他們在人權的方面比以前更好 這都可以叫做解放 要論真的解放 反而是美國解放的南韓 而你們中共鎖住了北韓 不然世界上是南北韓的話 小粉紅你敢入籍去北韓生活 討老婆結婚生子嗎 更好笑的就在此 孟加拉國最近不是人民集體商界抗議 被斷網甚至寫信給S對吧 但該國的總理 卻在這幾天出訪中共國討錢 原本是要討30多億的 最後中共只給了1億多 但1億多還是很多對吧 你們小粉紅知道這件事情嗎 而當中共國知道孟加拉發生這些迫事之後 態度直接變成打模糊戰 因為中共政府不知道孟加拉國的政府 會不會在未來被推翻 所以逢場作息一下 而孟加拉國是參與了中國一帶一路的國家 上個月肯亞也是首都民眾集體抗議遊行 原因也是通膨、失利、經濟下行負債太多 而肯亞也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國家 之前斯里蘭卡還有一些國家也是相繼破產 引發抗議 而這通通大部分都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沒有暖心 舔工的台灣人繼續舔沒有關係 狂喊什麼昨日阿富汗 今日烏克蘭未來以色列 我看你才是昨日肯亞 今日孟加拉未來北朝鮮 更暖心的是什麼 7月13號 哈馬斯跟其他巴勒斯坦的團體 在北京簽訂協議 並且一起說我們要為各自的民族團結 那其實這個就有點像中華民族的概念 沒有巴勒斯坦民族這個詞 這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 那些所有地區的人種 很多就來自一個叫做阿拉伯人種 對吧 那他們就是學那種中華民族的概念 再配上他們的神學 中共官方說什麼呢 中國很樂意的維護 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跟發展性 你看喔 中國老是說 這些世界各地的紛爭 我們都沒有介入 我們更沒有私下持緣軍武 給物資 或是跟美國打打野人戰爭 但是從俄烏戰爭 以巴戰爭 我們都可以發現 很多曝光的中國武器 對吧 而這也是歐盟為什麼現在 戰略態度轉變的 真的緊緊的跟上美國 因為已經有實質的證據 只是你不承認 我問一下 巴勒斯坦跟中東地區 與中國有什麼樣的觀點 你們是有同樣的歷史情節 還是民族情節 都是中華民族嗎 如果沒有這個只能是利益上的交涉 民業人看就知道了 你若是希望和平 就不該支持這種恐怖組織交好 但這也不是你第一次跟這種恐怖組織交好 前幾年的塔利班跟你交好至今 你們還一起合照過對吧 所以世界各地最近的衝突啊 跟中國沒有關係才怪 習近平最近肅清了一堆解放軍幾百位的高層 對吧 最低階位的也有中上校 高一點的司令啊 指揮官啊 地方將領 那有些的罪名是什麼 刀賣軍火跟貪污 但你沒有交代 盜賣去哪了 盜賣給誰了 傭兵至終要推翻習近平嗎 當然或許有這個可能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 也是他們賣去中東這些國家 賣去俄羅斯 所以你也知道盜賣是不好的 你做出了處分 但你不敢對國際上承認這件事情 當然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是什麼呢 習近平只允許部分的軍火出口 必須經過我認定的機構或是代理公司 或是我自己的人才能做這個買賣 所以你們私下盜賣就是違法 影片之後我們來講一下 小S的女兒在中國又翻車了 是什麼呢 最近重慶掛上了小S女兒服裝的代言廣告 被小粉瘋狂抵制 並且打電話給重慶市政府舉報 說這個人是台獨 這個人的母語是英文 你竟然還有廠商跟這種人合作 抵制她下架 小S女兒的廣告全部都被下架了 堅決抵制台獨 堅決不買商人的東西 堅決抵制她說她的母語是英文 給重慶市政府打電話投訴 禁止台獨分子來中國撈金 怎麼給投訴電話呢 沒有明星人嗎 打重慶的12345投訴 明天我也打 絕對不能讓這家人來大陸撈金 堅決反對台獨分子來大陸賺錢 吃著大陸的飯回頭砸著中國的鍋 她女兒來大陸嗎 為什麼人家有爺爺奶奶都在北京 為什麼彎彎的法院判北京人的孩子 全世界去哪去哪 就是不能回北京的家 她這個在講大家意思 OK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你又說為什麼台灣的法院 可以判北京的孩子 欸廣東的法院不能判北京人 北京的法院不能判上海人 退理萬步說 美國的法院也可以判北京人 你至少自己在講什麼話 重慶人就放任不管嗎 台獨堅決不能來大陸撈金 要是台獨早就被封殺了 用得到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在指手畫腳嗎 台獨不能在中國賺錢 咦商場老闆會不會是台灣人投資的啊 小花蛇一家的是毒都不知道嗎 我也從來不評價別人的好壞 今天忍不住了 我也只是實事求是 竟然看不起大陸 為什麼要來大陸掙錢 今天我們在退一萬步來說 小S的女兒只是在節目上 在影片中講她的母語是英文 這跟反華反中看不起中國 有什麼關係 他罵了你們習近平嗎 他罵了你們心目中的紅太陽嗎 表態反共了嗎 沒有 那就很好笑 很多人說反共不等於反中 但是我們只要一反共 這些中國人就會起來說我們反中 然後你說反共不等於反中 但是你反共賺不到中國的錢 那你還說反共跟反中不一樣 對吧 我就反共啊 我就反習近平反共成長對吧 這種論述這種思想 在中國即便開一個奶茶店 也賺不了錢 你公開表態的話賺不了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保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小小的 掰 我嫁給你 我沒有機會